由於受到舒拉颱風影響 藍雨連續幾天的降雨 讓混濁的河水 將藍色的海洋染成了土黃色 而藍雨多處也發生 小規模的土石流情形 民眾表示每次遇到下雨 都會有土石流發生 讓住在下方的野營部落居民很擔心 藍雨連續幾天 持續有間歇性大雨 造成環島公路部分路段遭受土石侵襲 不過所悉沒有災情傳出 而鄉公所也在一角派大型機具 來清理路面 根據藍雨氣象站表示 從三十一號到一號上午九點為止 累計的雨量有一百三十八毫米 而藍雨由於地形關係 風勢也轉弱當中 藍雨的這個地方 目前風力是有減小 但是因為這個雨帶 會一陣一陣的移入 所以藍雨隨時可能會受到雨帶的影響 會有較強的降雨 那如果在較強的降雨的地方 也會有較大的強震風 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蘇拉颱風雖然目前正緩慢 逐漸遠離藍雨 不過還是要特別注意 颱風動態 而藍雨外海也有大浪情形發生 提醒民眾不要前往海邊關浪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 臺東藍雨採訪報導 並不可 souff 在是涼風雖然 散山 在與之下 按